《琉璃娃》 稀有琉璃瓦,今有身边人 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 得知自己要和陆萧然联姻 我哑了 我装的 当我爸看着我将手雨摇得飞起 她一脸猛逼 我爸扭头问我妈 女儿说啥呢 我妈没好气 说你个棒锤 都21世纪了 还没好气 还搞联姻的一套 这下好了 把我刺激成哑巴了 我可没这么说 她也不赞成我爸的商业联姻 所以站在我这边 我妈当年 做过聋哑人协会的志愿者 所以会一些手雨 所以 为了瞒过我那火眼金睛的老妈 我可是连夜恶补手雨 手花摇得停不下来 事到如今 我爸只能暂停联姻 本来他想靠着和陆家联姻 搭上陆家这艘大船 结果现在美梦泡汤 他扼腕得很 我们家是靠卖废品起家的 虽然有钱 但和陆家一比 那还是小屋见大屋 在家当哑巴第三天 陆家居然带着陆萧然 登门拜访了 我危机感爆棚 陆萧然 我和他的故事 三天三夜可说不完 简言之 有他没我 我们从幼儿园到大学 都是同一所学校 甚至同一个班级 同一个系 所以我俩的争斗 就从没停过 他的超能力 就是嘴毒 只要他开喷 反三米之内 无活物 我虽然骂不过他 但小心思一大堆 每每他都防不胜防 现在我哑了 这不是给他机会了吗 我想逃 可插翅难逃 陆萧然一进来 失去了往日的嚣张 整个人淹了八计的 陆伯父一进来 眼睛就和水龙头一样 作孽呀 我儿子突然聋了 他配上你家宝贝女儿了 聋了 陆萧然聋了 我狐疑地看着他 我觉得 我有必要测试一下 虽然我现在是哑巴 但现在高科技多得很 比如IA翻译 我输入一行字 很快 AI给我生情并茂地 念了出来 陆萧然你这个棒锤 你也有今天 肯定是坏事做多了 糟天浅了吧 陆萧然眯了眯眼睛 看吧看吧 我就说他是装的吧 很显然 他也不想和我联姻 所以我们心有灵犀 一个妆容 一个作哑 我爸急地挠他 所剩不多的头发 替我挽尊 哈哈 我家闺女和萧然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陆伯伯叹了口气 十分大度 没事没事 反正他现在听不见 你们不知道 我昨天骂得比这个还脏 他根本无动于衷 应该是真龙了 我和我爸 双方父母开始坐在一起 长虚短叹 我和陆萧然坐在一旁 挤眉弄眼 我发信息给他 你真成真龙天子了 他不答反问 你真成阿爸阿爸了 我给他一个眼刀子 你知道本姑娘 都珍惜自己的歌喉 谁会用哑来装啊 他立马回 也是 你明明装白痴更厉害 我想咬死他 我啪啪打字 你别也太得意 如果你不是装聋 那你听不到别人骂你 你无法对回去 你的开喷红图大叶 将会无处施展 我俩在网上争的 你死我活 火光四射 可现实是 两人安静如鸡 双方父母沟通完毕之后 得出一个结论 既然我们一个哑了 一个聋了 那么注意起 也许对病情恢复更好 吓得我差点不雅了 但陆萧然 依然一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样子 我眯着眼看他 难不成他真的听不见了 哥从前 他要和同处一事 必定会一脸痛心疾首到 跟你待在一起 我又要短受几年了 咋的 现在聋了 都不怕自己被我吓死了 就这样 我和陆萧然被安排到了陆家的另一套湖边别墅 这里环境很好 有山有湖 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 陆伯伯拍了拍我的肩膀 桑月呀 你和萧然就在这里好好休养 我哑了 但是我听得见 于是我乖巧地点头 我虽然和陆萧然斗得你死我活 但对陆伯伯还是很尊敬的 他又拍了拍陆萧然的肩膀 给他打手语 陆萧然懂手语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去学手语 难道是之前摇手画特别火 他为了掩人耳目去学的手语 别欺负桑月 否则有你好看 我得意地笑 陆伯伯走了以后 偌大的别墅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笛不动 我不动 我用写字板写字给他看 陆萧然 你别装了 我知道你是装的 他看了一眼我写的 头也不回地进屋了 还敢无视我 陆伯伯安排的厨师 家政明天才过来 所以今天别墅 就是我和陆萧然的天下 晚上 他吃饭的时候 我给他循环播放恶心的故事 从前有一只人鱼公主 爱上了陆地上的王子 为了他 人鱼公主用刀子硬生生 劈开自己的尾巴 只是因为没有消炎的药水 公主的尾巴开始腐烂 血肉模糊的尾巴上不满了去 要知道 陆萧然平时最讨厌看这些 听这些恶心巴拉的东西 类似丧尸电影 各种奇葩血腥的电影 他看一眼都显恶心 我用这个对付他 再核实不过了 但是 令我失望了 陆萧然仿佛聋味一样 面不改色地吃着盘子里 浇了番茄酱的通心粉 他吃了一半 突然歪头问我 你吃吗 嗯 你说我现在吃得下吗 我摆了摆手 他微微一笑 继续干饭 晚上 我洗漱完毕 敷好脸 准备到床上去 刚刚掀开被子 一只小猫咪 朝我蹦了过来 我下意识发出尖叫声 但下一秒 我后悔了 但我转念一想 如果陆萧然这时候冲进来 那不就证明他装聋了吗 所以 我在门口守株待兔 五分钟过去 十分钟过去 一小时过去 我连陆萧然的影子都没看到 我不甘心 敲咪咪摸到了他的房间 屋内黑灯瞎火 只有窗外传来重鸣 就当我靠近床边的时候 突然一只手伸来 紧紧握住我的手腕 我差点尖叫 但最后忍住了 陆萧然的声音传来 烤猪蹄 好吃 我本来想悄悄来悄悄走 不带走一片云彩 但现在 不可能了 我透过月光 看到了他的脸 两声惨叫过后 窗外的虫鸣也安静了 一日 厨师来的时候 看到我和陆萧然 安静地坐在沙发上 一人脸上有巴掌印 一人手腕上有牙印 厨师提着做饭的材料 鬼鬼祟祟地炖了 我和陆萧然对视一眼 她哼了一声 我比了一个中指 她冷笑 谁家好女孩比中指的 我开始摇手花 气得陆萧然脸都绿了 中午 我和陆萧然相安无事地吃完饭 我们电话响了 陆伯伯要我们参加一个商业酒会 我和陆萧然对视一眼 有诈 绝对有诈 去 不然 我默默收起手机 转身去房间换衣服 再出来的时候 我盛装打扮如公主 她人母狗样如斯文败类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没说啥 转身先出门 到了酒会现场 我和陆萧然 看到了林雪和徐伟 林雪 我大学四年的社友 徐伟 陆萧然大学四年的社友 当初 林雪追求陆萧然未果 徐伟追我滑铁卢 最后 两个倒霉蛋走在了一起 而且 为了他们的自尊和面子 两人 给我和陆萧然泼脏水 林雪说 陆萧然性格有缺陷 徐伟说 桑月脑子有问题 所以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徐伟一 看到陆萧然帅气高大的模样 看看一米七的她 开始破房了 一般来说 长得高的人 底盘都不稳 那地方也小 林雪也跟着攻击我 几年没见 桑月你 怎么一点女人味都没有 陆萧然打字问我 那狗东西全费什么 我老实告诉她 文言 陆萧然嘴角微勾 居高临下地打量了一眼徐伟 哎 我就想怎么光听 声音没见人 原来是你呀 抱歉啊 你底盘太低了 我刚没看到 你 徐伟气得怒怒圆瞪 又不知道说什么 我给陆萧然打字 我帮了你 轮到我了 林雪说我没女人味 我本来还想继续打字 让她当我的嘴巴 结果 她一把揽过我 一脸挑衅地看着林雪 对 就你有女人味 不然也不会影响到 你男朋友 你看 她现在看着比你还娘 两人气到暴走 我和陆萧然对视一眼 这是我俩第一次合作 说实话 还挺默契 我见她还揽着我的肩膀 轻轻动了动 她却懒得更紧 别动 徐伟他们还在看我们 她靠近我 低声道 那两人不会轻易罢休 所以我们暂时停火 今晚互帮互助如何 她靠我极近 温热的呼吸 喷洒在我的面容上 不知为何 我开始脸红心跳 如何 避免我心跳失序 我赶紧点头 她如是重负一笑 看着她挺直的几倍 我开始有点怀疑 她是不是真的聋了 否则 以陆萧然的性格 绝对不允许自己 趋于下风 果不其然 林雪和徐伟 做了半个小时的心理建设之后 又投铁地回来了 这次 徐伟开始攻击陆萧然的工作 我们刚毕业 几乎所有人都以为 我们处于待业状态 实际上 陆萧然已经背着陆伯伯 敲咪咪 成立了一个游戏公司 而我正在着手 准备组建乐队的事情 大学期间 我和陆萧然 都十分默契地保持低调 我爸是收废品起家的 他从小就喜欢对我说 女儿啊 我们赚的每一分钱 都是血汗钱 一定要珍惜 然后 扭头就去买了一台店面 陆萧然想法更简单 低调才能省去更多的麻烦 但是他在低调都没用 那张脸和气质在那边 光是往那里一处 就可以吊打精心打扮 凹半天造型的徐伟 徐伟 你礼貌吗 所以 至今为止 徐伟和林雪 压根不知道 我们的真实身份 两人故意晃到我们面前 林雪故意大声道 亲爱的 你是不是刚入职陆氏集团 徐伟挺直腰杆 是的 我一进去 他们就给我开一百万的年薪呢 我给陆萧然打字 你爹公司给徐伟开一百万年薪 他撇了一眼幸灾乐祸的我 望向徐伟 所以呢 你想表达什么 徐伟很是得意 陆萧然 那你呢 你应聘进什么公司了 我尽职尽责当他的耳朵 陆萧然挑眉 我没你那么厉害 我待夜家中 文言 徐伟腰杆子比沉重住还硬 所以说 长得好看有什么用 不过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份工作 你长得还行 这家会所正好需要你这类型的 我打字 他说 你当压比较有前途 陆萧然 一副看死人的眼神 看着徐伟 林雪也趁热打铁 桑月 你呢 你该不会也是代业家中吧 我摇头 不是 那你做什么 我给陆萧然打字 他问我做什么 帮我回答一下 陆萧然勾唇 他给人化妆呢 林雪一脸幸灾乐祸 给人家化妆啊 哎呀 桑月不是我说你 你怎么自甘堕落呢 给遗体化妆 陆萧然笑得更温柔 等你们改了以后 一定要叫家人提前预约桑月 给你们化一个体面的妆 徐伟和林雪 脸色一变 我用眼神刀路 萧然 我让你的回答接地气 不是接地服 他耸耸肩 酒会过去一半 林雪突然间叫起来 我的戒指不见了 戒指 我摸了摸口袋那戒指 该不会是我口袋这一个吧 这手法 也太拙劣了一点吧 大家纷纷过去安慰他 替他想办法 林雪装模作样 想了一会儿 哭哭啼啼说道 我最后是和桑月待在一起的 众人齐刷刷望向我 很好 我成了全场最瞩目的亮仔 徐伟这个骑士很有戏 三步并坐两步 冲到我面前 准备给我搜身 他刚动 下一秒 一个大笔都将他甩飞出去 陆萧然挡在了我面前 徐伟扶着腰坚强地爬起来 戒指一定在他们身上 这句话不用我翻译 陆萧然听他嘴形都知道 他冷笑 证据呢 林雪也冲过来 翻开我的口袋 拿出了戒指 眼泪啪哒啪哒流 桑月 我们好歹是大学同学 这可是徐伟给我的求婚戒指 你也偷 你还是不是人啊 你穷 我可以借你钱 但你真没必要偷啊 你大学的时候偷东西 我已经给你瞒过去了 结果你还是本性不改 早知如此 我就不应该做帮凶 我望向林雪 哦 在这里等我呢 戒指不过是一个道具 它真正的目的是 让我难堪 众人纷纷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 窃窃私语 林雪这时候凑到我面前 我的好桑月 我知道你哑了 你现在就是想解释 都说不出来 我望向陆笑然 她聋了 就知道他们二人张牙舞爪 根本不知道他们说什么 不知道也就无法帮我解围 刚刚闹哄哄中 我的手机也不一样飞 现在 我只有两个办法 继续当哑巴 坐视我小偷的身份 身败名裂 直接开口 但是 我如果开口了 那我装哑巴的事情 不就暴露了 我看着陆笑然 我俩不和这么久了 不可能会心有灵犀 陆笑然突然笑了 她先是轻笑 接着哈哈大笑 众人一脸不解 她突然开口 戒指是我让桑月偷的 别看我俩光鲜亮丽 来参加酒会 实际上 我们衣服都是租来的 没钱还 所以我们把主意 打在了林雪的戒指上 她从我口袋中 摸出那一枚戒指 万万没想到 这居然是个假货 呵呵 陆笑然自嘲一笑 第一次鼓起勇气偷东西 结果是个墨桑钻 家人们谁懂啊 陆笑然装不作样 看了看戒指 这应该不超过五块吧 林雪脸绿了 她扭头给了徐伟一巴掌 你拿地摊货糊弄我 徐伟急得上蹿下跳 没有 我买的是真钻石 我怎么可能买假的给你 在场的刚好有专业的钻石鉴定师 她看了一眼 沉重道 确实是假的 这下 徐伟有巴掌嘴都解释不了 林雪更气 她本来是想给我难堪 结果自己更难堪 陆笑然见闹剧到了火热阶段 陈生道 这么闹下去没用 还是报警吧 调监控 坐实我和桑月偷东西的罪 陆笑然啪啪啪开始打电话 林雪急了 不用了不用了 反正是假货 陆笑然很坚定 眼见那端传来清脆的女生 林雪脸都白了 我承认是我陷害桑月 她根本没偷东西 不要报警了 她说着 赶紧给徐伟试眼色 我明白她的考量 徐伟刚进大公司 要是去做笔录 对她影响可大 事情急转而下 主动拳一下到了我们手上 我也找到了我的手机 给陆笑然打字 今晚不是慈善晚会吗 如果要求我原谅他们 给贫困山区的孩子捐款吧 不多 也就一百万吧 毕竟 她年薪百万 辛苦一年就赚回来了 陆笑然看了我一眼 立刻执行 林雪和徐伟听了之后 脸色臭如粪坑 但也只有咬牙硬下 酒会结束之后 我们回到别墅 我打字 今天谢谢你了 不客气 合作愉快 我想了想 还是解释到 大学偷东西的事情是假的 是林雪陷害我 她 嗯 一个富二代去偷外卖 她敢说 我都不敢信 你聋了 以后该怎么办 你哑了 以后该怎么办 我俩同时发出信息 接着 我们对视一眼 又纷纷低下头 看来陆笑然是真的听不见了 那她该怎么办 未来日子还长 纵然她已是天之骄子 但是失去倾听声音的能力 她应该很孤独吧 文言 我同情地看着她 之前我以为她是装的 还处处整她 真是不应该 我拍拍她的手 她愣了下 我给她打字 没事 你听不到 我就当你的耳朵 她忽然笑了一下 我的耳朵 可是24小时贴身的 我白了她了一眼 你真的不能说话了 那你乐队怎么办 我诧异 你怎么知道 我组乐队的事情 她哼了一声 你每天都在网上看小鲜肉 我哪里是在看小鲜肉 我只是在物色乐队成员而已 说曹操 曹操就到 手机滴滴进了一条消息 是我的助理小孟发的 桑姐 有个男生想要面试 她发来了资料 我看了一遍 甚是满意 看什么这么入迷 陆萧然悄无声息走到我跟前 我吓得收起手机 可还是被陆萧然看到了 她一脸淫于地看着我 还说不是在看小鲜肉 我从做贼心虚到挺直腰杆 看什么小鲜肉 这是我要面试的乐队成员 她一脸不信 我被她激怒了 如果不信 你跟我一起去面试 细想也有道理 目前我哑了 很多话需要她传达 文言 陆萧然的表情放松了许多 她双手还胸 傲娇地抬起下额 你求我 求我呀 我扭头就走 一日 对方来到我的音乐工作室 远远的 我便看到一个 身穿白衣黑裤 面容清俊气质清爽的少年 少年叫凌晨 你刚满18岁吗 我打字给陆萧然 陆萧然打量了一番凌晨 轻壳一声道 她问你 你满18了吗 她可不想雇佣未成年 我寡了她一眼 没事自己加戏干嘛 凌晨并没有被冒犯的感觉 而是将身份证递给我 我继续打字 我们乐队一开始 可能会很艰难 我会给你开工资 至于包吃包住 目前我还没这个能力 你有意义吗 陆萧然当我的嘴巴 不包吃不包住 OK不OK 我嘴角抽搐 能不能按照我的原话说 凌晨依然好脾气 没事的姐姐 我住在本市 吃住很方便 我只是喜欢音乐 我的梦想就是组建一个乐队 成为音乐人 创造音乐 知音啊 我顿时感动连连 恨不得马上签了她 但尚存的理智让我冷静下来 我看了你的资料 你擅长多个乐器 那我们乐队目前缺一个吉他手 关键时刻也要回唱歌 凌晨笑了笑 起身拿起话筒和耳脉 可以吗 我点点头 她唱歌的时候 我陶醉其中 等对方唱完的时候 我扭头 不经意和陆萧然的眼神对上 她眼底带着太多的情绪 总结两个字就是不爽 我很兴奋 忙叫她翻译 你唱得很好 很适合乐队主唱 这样吧 我先给你开 一万一个月的工资如何 陆萧然盯着手机不说话 我撞了撞她的胳膊 陆萧然冷哼一声 抬头和没有感情的复读机一样 她说你唱得很一般 工资呢 她勉强给你开一万 主要是她没有太多选择了 否则也不会 陆萧然还没说完 被我强行拽了出去 我凶狠地打字 你发什么神经 陆萧然一副死猪不怕 开水烫的样子 我这不是实话实说吗 陆萧然 你要不是真心帮忙 就请你离开好吗 她静静地看着我 为了她 你竟然赶我走 还不等我说话 她受伤地转身离开 一旁的凌晨担忧地问我 姐姐 你们不要为了 我吵架了 我要是能开口 我喷死她 我深吸一口气 拿过写字板 不关你的事 她间接性神经 明天你就来乐队报道吧 其他事项 我让助理通知你 可以吗 凌晨很震惊 我用写字板 但她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乖巧地点点头 好的姐姐 晚上我回家 路过烤鸭店的时候 还是打包了一份烤鸭回去 刚到家 厨师林师傅告诉我 桑小姐 小陆少爷 晚上都没吃饭 我提着烤鸭上楼 她听不到 我也懒得敲门 直接推门而入 门打开 我和下半身 只围着围巾的路萧然 四目相对 我提着烤鸭扭头就走 抱歉打扰了 路萧然 把我看了就想跑 有你这样的人吗 我们握手言和 坐下来吃烤鸭 夜色深沉 外头传来 稀稀素素的风声 虫鸣声 很安逸 很难想象 我和路萧然 可以面对面 坐着吃东西 没有互相伤害 没有互相挑衅 明明不久之前 我们还在诅咒对方 生孩子没屁眼来着 我拿起一个烤鸭腿 脑海中莫名浮现 路萧然的腹肌 这家伙看着瘦 竟然是脱衣有肉 路萧然见我拿走了鸭腿 一本正经说道 你知道吗 这种激素鸭 一般都有好几条腿 手上的鸭腿 突然不香了 我怒视她 她哈哈一笑 开玩笑的 我白了她一眼 这哪里好笑了 明天我要谈个合作 你陪我去吧 路萧然开口 我打字 为什么是我 她挑眉 我今天帮了你 你难道不想回报我吗 你这叫帮我 纯纯来捣乱的好吗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同意了 她笑咪咪地看着我 哦 我忘记了 你的确不能说话 我把咬了一半的鸭腿 朝她扔了过去 这是我第一次来路萧然的游戏公司 我本以为最多是个小作坊 结果看着她豪华的办公室 我羡慕极度恨 你真的没靠你的董事长爸爸 她白了我一眼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万万没想到 路萧然的合作对象 竟然是个美女 还是个气质和美貌 基于一身的大美女 美女看到路萧然 本来还满脸笑容 但看到我之后 笑容僵了一下 但她很快恢复 这位是 我的助理 路萧然解释 我最近耳朵出了一点问题 听不到声音 所以接下来谈合同 都由桑助理替我转述 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桑助理了呀 我朝美女温柔笑笑 美女注意到了 桑小姐 你怎么不说话 路萧然叹了口气 她不会说话 美女瞬间同情地看着我 看着这对俊男骂美女 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要是撮合了他们 那我就不需要辛苦地当哑巴了 何况 我看美女对她 确实有几分意思的样子 美女叫颜子 很好听的名字 路萧然把最新的游戏 展示给了颜子 她看完之后说道 游戏很不错 我翻译 啪啪打字 她说你是她见过最优秀的男人 没有之一 路萧然朝颜子礼貌笑笑 接着也给我打字 大姐 我只是聋了 不是瞎了 读唇我都知道 她说了几个字 我擦汗 是我大意了 游戏讨论得差不多的时候 颜子开口 时间还早 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吧 我尽职尽责翻译 她说 她想和你共进晚餐 路萧然看了我一眼 又对颜子道 她也去吗 颜子愣了一下 但依然礼貌道 那当然了 桑小姐一起去 我才不想当电灯泡呢 反正路萧然听不见 我就随便翻译了 她只想单独和你一起吃饭 我也不想当电灯泡 路萧然无视我的翻译 起身说道 我倒是知道有一个餐厅挺不错 她望着我 皮笑肉不笑 桑助理 走吧 为了给他们制造机会 我依然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颜子 你选的餐厅很不错 看得出很有品味 我翻译 她说你是天上地下 绝无仅有的男人 选你肯定没错的 颜子 味道很好 我很喜欢 我翻译 她说看着你就饱了 不是骂你 是觉得你秀色可餐 颜子 下次我介绍我朋友 来这家餐厅 我翻译 她说她想和你共度余生 路萧然疼得起身 我去一下洗手间 路萧然离开之后 我抓紧时间给颜子洗脑 我随手带着写字板 尽情推销路萧然 路萧然身高腿长 成绩优秀 年纪轻轻 就有自己的游戏公司 而且温柔善解人意 简直就是克金男 颜小姐 你一定要把握住她 颜子问我 桑小姐 冒昧问一句 你和路萧然是什么关系 我写字写得飞起 不熟 我们两家认识 但是我和她真的不太熟 以后你们结婚 我也不会给她随理 她也不会邀请 我的那种关系 我的回答给颜子整猛了 可你看起来很了解她 她也很了解你 我写字 假象 都是假象 颜小姐 我和你老实交代 她有六块腹肌 你值得拥有 颜子心动 我继续写字 当然不是我亲眼看到 我只是道听途说 你可以亲手验证 亲手验证 陆小然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 勾着眼看我 桑助理 我是让你来当翻译 不是让你当媒婆来的 我头皮发麻 陆小然虽然听不见 但大概也知道我整什么幺蛾子了 她认真解释 颜子 你是个很好的合作对象 我们也可以做朋友 但仅次于此 桑助理没事喜欢乱点鸳鸯谱 希望你不要介意 说完 陆小然声势道 我送你回家 她斜眼看了我一眼 至于我和桑小姐的关系 那就说来话长了 至少目前我们是住在一起 将颜子送到家 陆小然在车上就开始发难了 桑月 你上辈子是月老吗 我眼观鼻鼻关心 不是的话你乱拉屁条做什么 你这么爱当月老 你干脆开个婚姻介绍所算了 自己终身大事还没搞定 就替别人操心了 我谢谢娘 她一路骂骂咧咧到家 刚下车 她又道 你哑了 我聋了 我们还是别祸害其他人了 我注意到附近有个黑影 眉头微皱 打字好像有人 你别给我转移话题 陆小然还是一肚子气 她生什么气吗 搞得好像很在乎我一样 我跟着她后面 她舒然扭头 吓得我倒退三步 她突然自嘲一笑 我有这么可怕吗 她突然穷摇男主上身 冷哼道 桑月 你就是一个木头 说完 她碰得关上门 晚上 我给闺蜜发信息 和她说了 陆小然最近的反常行为 闺蜜回答 我姑且把这个认为是求偶现象 动物在求偶的时候 总是患得患失 喜怒无常 你要理解 闺蜜是动物学研究员 求偶 陆小然和我求偶 疯了吧 晚上 我睡着的时候 被一阵浓烟熏醒 睁眼一看 才发现房间浓烟滚滚 着火了 我赶紧连滚带爬 跑到卫生间 用毛巾沾了水捂着鼻子 再用湿毛毯披在身上 正想往楼下冲 我突然想到了陆小然 她还在房间 我二话不说 冲到她房间 她房间的浓烟 十分呛人 陆小然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 我也顾不上装哑巴了 开口叫她 可我刚一开口 我傻眼了 我发不出声音了 我尝试了几次 确确实实没声音 就在我慌乱之际 陆小然突然睁开眼睛 看清楚周围的景象之后 她二话没说 拉着我就跑 好不容易逃出生天 陆小然打电话 给双方父母 我蹲在地上 还在尝试发声 可无论我这么尝试 我依然发不出任何声音 陆小然打完电话蹲下 仔细检查了一下我 你还好吧 我着急的啊啊啊 打手语 我说不出话了 我说不出话了 怎么办怎么办 她俊脸一白 桑月 你不要和我开玩笑 我知道你之前是假装哑了 乖 我也老实告诉你 我是装聋 所以我们别演了 我愣了下 原来她一直在装聋 但是 我现在没心情关心 计较这些了 我使劲摇头 疯狂打手语 我真的说不出话了 不是骗你 我是不是真的变哑巴了 我尝试开口 可发出的声音 只有简单的压音节 陆小然也不管别墅了 忙带着我去了医院 双方爸妈也赶到了 我因为情绪激动 又遭遇了火灾 所以医生给了打了镇定剂 我醒来的时候 病房只有我一个人 但房门外却有人说话 我悄悄起身 靠在门边 我妈叹息的声音响起 小时候欲为差点被拐卖 就回来之后 就有心理阴影了 虽然做过催眠 她忘记了那段事情 但只要遇到紧急 或者让她极度害怕的事情 她便会失语 她又道 这次还是多亏了你 陆萧然的声音响起 伯母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何况火灾的时候 是桑月救了我 她冒着生命危险来找我 今后的日子 无论她会不会开口 我都会陪着她 我妈叹了口气 为了月月的病 你也从小跟着我学手语 让你费心了 我心一颤 原来陆萧然会手语 是因为我 那我们这些年的争锋相对 算什么 原来 她在欺负我的同时 是在暗地里保护我 我知道她之前是装哑巴 但为了配合她 我也装聋 我想 即便我们装一辈子下去 也没事 陆萧然自嘲一笑 我咬着嘴唇 靠在门板上 因为身体没多大问题 我被爸妈接回了家 别墅火灾 也调查出来了 是有人恶意纵火 纵火的人是个惯犯 本来想偷东西 结果踢到了铁板 陆萧然也住在了我家 我给她打手语 你没自己的家吗 因为诗语 我本能自卑 我现在是真的说不出话来了 但你是假装聋了 你没必要继续和我演戏了 她歪头 是阿姨让我留下来的 在家休养期间 陆萧然每天都来烦我 不是拉着我去看电影 就是去公园散步 或者运动 之前是假装哑了 即便出门 我也不怕 但如今 我是真哑了 我害怕面对人群 我去买爆米花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这日 我又被陆萧然 拉出来看电影 虽然家里也有豪华的家庭影院 但是陆萧然说我天天窝家里都没人气了 突然一个孩子冲了过来 只是撞上我 我胳膊被撞得生疼 还不等我蹲下拉那孩子起来 她害怕地对追上来的妈妈告状 妈 她撞我 中年妇女文言 不管不顾拉扯我 你把我宝贝儿子撞坏了你赔呀 快给她道歉 她力气极大 我根本招架不住 快道歉啊 你是哑巴吗 她真的是哑巴 一道不怀好意的声音传来 我寻声望去 是林雪和她男朋友 林雪走到我身边 也没有帮我的迹象 而是对中年妇女说道 她是哑巴 你指望一个哑巴 和你道歉吗 哑巴 中年妇女放开我 真是灰气 宝贝 我们走 我正欲走 林雪挡住我 哎 我帮了你 你不跟我说一声谢谢吗 我抬头看她 你还要装哑到什么时候 你闺蜜打电话的时候 我都听到了 上次酒会你和陆萧然 是怎么羞辱我们两人的 我依然低着头 沉默不语 她惊奇地看着我 不是吧 你真的哑了 哇塞 这简直大块人心 桑月 你真的变成哑巴了呀 好可怜哦 她声音极大 将周围看热闹的人都吸引了过来 我低着头 沉默不语 林雪不依不饶 仿佛追打落水狗 哑巴听说还要组建乐队 那应该叫哑巴乐队了 桑月 你乐队表演那天 一定要邀请我来看看 我倒是想知道 哑巴怎么唱歌 如果嘴贱的话 麻烦跺下来拿去喂狗 别在这里脏了空气 不知何时 陆萧然走了过来 她眼神锐利地看着林雪 你又在狗叫什么 林雪被陆萧然的气势吓到 但还是硬着头皮羞辱我 难道我说错了吗 她要是没哑巴 干嘛不说话 陆萧然冷笑一声 她扫了一眼林雪 来看电影 不然呢 她冷笑 抱歉 我不欢迎你们 搞笑 要你欢迎啊 这商场你家开的吗 我心里默默道 还真是她家开的呢 陆萧然勾纯微笑 对呀 是我家开的 我家规定狗可以入内 但你不可以 徐伟呵呵笑 装啥大尾巴狼 我还说陆氏集团董事长 是我爸呢 陆萧然嗚了一声 哦 我怎么不知道 我还有这么一个愚蠢的弟弟 徐伟气到头顶冒烟 陆萧然打了一个电话 不久之后 商场负责人匆匆跑来 少爷 您怎么来了 林雪和徐伟傻眼了 陆萧然指了指电梯处 在那边立一个牌子 秦寿和林雪徐伟不得入内 林雪徐伟是谁 一旁的林雪两人面如土色 商场负责人也不是吃干饭的 很快明白 叫保安将两人赶了出去 林雪还是不服 我们是来这里消费的 你凭什么赶我们 陆萧然走到他身边 冷笑 凭我是这家商场老板的儿子 哦对了 徐伟 你明天记得去公司拿自己的东西 他一字一句道 陆氏集团 不养心术不正的人 两人这时候才意识到 陆萧然真的是 陆氏集团的太子爷 但求饶已经为时已晚 解决了这两人之后 陆萧然来到我跟前 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走吧 电影快开场了 我不动 我不想去了 没意思 我想回家 见此 陆萧然没说话 只是把我拉到角落 如果你还不解气 我可以起诉他们 我看着陆萧然 不知为何 心里十分委屈 眼泪不自觉落了下来 见此 陆萧然慌了 你 你别哭啊 我抽抽耶耶打手语 如果我一辈子 说不出话怎么办 我不想当哑巴 他握住我的手 如果你一辈子 说不出话来 那我一辈子 当你的嘴巴 你之前不是也说过 要当我的耳朵吗 难道你是说着玩的 不管你是不是 我不是 桑月 别怕 还有我 陆萧然的声音 仿佛有魔力 让我紧张和焦灼的情绪 慢慢平复了下来 陆萧然今天带我看的是一个残疾人的电影 讲的是一对聋哑人的爱情故事 但他们并不是真的聋哑人 而是误会 男主误会 女主是聋哑人 所以为了让他心安 也一直假装自己是聋哑人 女主亦然 很笨拙的爱情 但我看哭了 陆萧然的声音 在我耳边轻声响起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装哑了 我爸提出 让我们俩人联姻的时候 你不知道我多高兴 但是你宁愿装哑巴 也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我除了难过之外 也想再试一试 抱歉 一直以来和你针锋相对 我也只是想让你开心 我认识的桑月 应该是一个充满斗志 无论遇到什么 都是微微一笑 从容应对的女孩 我更喜欢那个指着我鼻子骂 或者按搓搓整我的桑月 我泪流满面 回去之后 闺蜜来看我 知道我的情况之后 闺蜜也难过 但得知陆萧然为我做了这么多 她又激动了 姐妹 这么好的男人你不藏紧 你想啥呢你 你喜欢她吗 我沉默 不用回答了 你喜欢她 我诧异抬头 写字 为什么你这么笃定 闺蜜哼哼 如果你不喜欢她 你会否认 但你迟疑了 而且 你如果讨厌她 根本不会答应 和她住一个别墅 讨厌她 也就不会因为她的事情 着急上火 更不会去关心 还有一点 你可是冒着生命危险 去找她的 在你的潜意识中 你已经把她看得很重很重了 我打字 可是我现在是哑巴 闺蜜轻轻捶了我一下 哑了又如何 哑了就没人权了吗 哑只是身体上的残疾 不代表心灵上残缺 你看看 残奥会多少人在努力 桑月 你如果把自己放弃了 才是真正残了 闺蜜认真地看着我 闺蜜的一席话 让我醍醐灌顶 我不想继续一直消沉了 小梦告诉我 乐队已经准备差不多了 第一次演出就在乐末 凌晨特意打电话跟我说 姐姐 我一定会努力 不会辜负你和乐队 我知道你现在说不出话 但是在我心里 姐姐的歌声是最好听的 也是因为你 我才想学音乐 原来凌晨很久以前 就听过我唱歌 就此萌生了音乐的梦想 乐队演出那天 我还是出席了 闺蜜 陆萧然 我爸妈 陆伯伯 陆伯母都来了 我坐在话筒前 望着下方 闺蜜默默给我加油 陆萧然温柔地看着我 我深吸一口气 却看到了灵雪 他拿起手里的大喇叭 突然说到 你们今天有福气了 没见过哑巴乐对吧 对 主唱名叫桑月 是个哑巴哈哈 我爸起身叫保安 我闭上眼 脑海中想起了闺蜜 和陆萧然说的话 你放弃自己 才是真的残了 别怕 我会一直陪着我 我喜欢那个热烈如阳光 脚狭又爱耍小聪明的桑月 桑月 你是最优秀的 我们都在 我缓缓睁开眼睛 对啊 他们都在 我还怕什么呢 我拿起话筒 开口 我以为我还是说不出话 但是话筒 却传出我的声音 欢迎大家 来参加桑月 乐队的表演 众人吃惊地看着我 我已经忘了 我会开口的惊喜 沉浸在其中 表演之前 我想把这首歌 送给我爱的人 凌晨很聪明地 将吉他递给我 我唱完 拿起话筒说道 谢谢你们 还有 我看着陆萧然 我不雅了 你还愿意陪着我吗 陆萧然重重地点了点头 一年后 我组建的桑然乐队 到各个城市去演出 获得不少好评 而陆萧然的游戏公司即将上市 陆爸爸很感动 说 看来你是没办法继承我的公司了 赶紧生个孩子 让他继承 陆萧然福 晚上 陆萧然和我视频 半天后 他支支吾吾道 我有几个亿的项目 想和你交流一下 可以吗 我才不要 三年后 我和陆萧然结婚 并且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这可把双方父母乐傻了 某天 我带着孩子去商场逛街的似乎 看到了在扫地的淋雪 我没理会她 闺蜜不久前和我说 自从徐伟被赶出公司之后 她就嫌疲爱妇和徐伟分手了 之后还鬼迷心窍做了别人的小老婆 后来被发现就变成这样了 我摇头 妈妈 我们晚上吃什么 我笑咪咪到看着朝我们走来的男人 爸爸来接我们了 八岁那年 我知道桑月被绑架过 他就比我小几个月 用双方父母的话来说 我们就是青梅竹马 他们也很乐于撮合我们 只等我们长大 我们上同一个幼儿园 同一个小学 同一个中学 甚至同一个大学 我喜欢逗他 倒不是无聊 只是桑妈妈告诉我 月月被绑架过 为了让她忘记那段事情 我们请了专业的催眠师给她催眠 你和月月经常在一起 可以让她变得活泼一点 桑月确实很活泼 甚至还经常欺负我 但那又如何 我心甘情愿 我为了她学了手语 后来她装哑 后来她因为火灾的事情又应激 她怕自己被抛弃 我只想告诉她 我这一辈子 从遇到你的那一刻 便已经命中注定了 别怕 桑月 还有我 就算你哑了 那我就当一个笼子 我们做一辈子 装聋做哑夫妇 正好 巫派